各位连友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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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掌 好像沒有聲音 後面聽得到嗎 是有聲音嗎 看看 阿彌阿彌陀佛哈 剛剛我們主法法師 跟我反應說 我们学员有一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念佛音调的问题 也就是说一般的念佛不是四字就是六字 而且都有个韵律有韵调的 那为什么我们的念佛不是那样 跟人家不一样 是第一次听到的 为什么要这样的念佛呢 它有什么特色吗 这是有关念佛的音调 再来的话 是一般念佛如果以四字来念的话 众音都放在阿阿弥陀佛上 那我们好像众音不是放在阿字上 还有有关九频往生的问题 早上我们追法法师反映了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有关念佛音调的问题 我们念佛是念台语 台语也就是闽南语 闽南语也就是河洛话 河洛话也就是中原地区水塘时代 和民族的固有语言 那我们经典的翻译就是在那个 主要在那个时代那个地区 然后呢是用这一种语言所翻译的 不过呢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在哪里呢 这个必须要说个原因 说这个原因就有一个起头了 在我还没有出家之前 也都有在念佛 那么每一天早上打坐的时候 也都是念佛 我对这一句佛号 可说非常的喜好 那么因为喜好这一句佛号 因此有关这一句佛号的方方面面呢 都会加以留意收集 比如说这一句佛号的音调 四字音六字音 还有哪一些音调 我都会去学 甚至呢去录下来 甚至进一步呢 去做这个录音带 那个时候没有练佛机 那做录音带 就是把那个音调呢 录下来 做成录音带可以时常播放的 那个时候的念佛的音调 如果是六字的话呢 有六字一音 有六字二音 有六字五音 有六字七音 那如果四字的话呢 就有四字四音 四字五音 或四字七音 最多的话是四字二十音 那四字二十音呢 是在那个五会练佛 那个调里练 那我都会去 会去学 会去把他呢 练 给他学起来 四字二十音 是在五会练佛 五会练佛 大家知道吗 知道 四字二十音会练的 请举手 好 六字一音的 只要是 参与法师 他佛期的时候 他练佛都是用一音调的 那六字五音 就是拜佛的时候 就用六字五音 那那一种调呢 一听起来 感觉到 是很懇怯 但呢 也很悲凉 很创伤 涵盖着一种 忏悔的 诚恳的 祈求的 内涵 那二音的话呢 譬如说 NAMO AMI THOV NAMO AMI THOV 比较轻快 还有 NAMO AMI THOV NAMO AMI THOV NAMO AMI THOV 亚的音呢 也比较 长 當然內涵也涵蓋著一種 懺悔的啦、祈求的啦 還有這個 最近大陸很多地方也練這個 六字四音的 也就是零元三的調 大陸零元三的調 那如果四字四音的話 最早就是那個同台中 流出來的 就是台中聯社啦 那這個 聖運法師也特別 有做這個唱片 因為早期還沒有錄音帶的時候 是唱片 那我都也買來聽 也很好聽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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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音呢 是高很高 低很低 抑揚頓挫 這二十音練起來的話 幾乎讓人家很提神 很提神 要睡覺嘛 練這個調就可以不用睡覺了 我來練一篇看看 這個都是三十幾乎快四十年前的 那很少練這個調 不一定練得起來也不一定練得好 阿彌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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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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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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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二十音是很好聽的 我現在已經唱不好 練不好了 因為現在年紀大了 那還有這個金山佛佛練佛調 金山佛佛練佛調 大家聽過嗎 我在這個大概十年前 在台北向山練佛會 有連友想聽看看 那當下我就練出來了 那他們在旁邊有錄音 結果那個錄音呢 有人去做這個光盤 配上這個音樂 可以向我們這個單位索取 我們這個單位有月刊 還有劫遠的書 將近百本 還有一些法務 還有這個練佛機 都是劫遠的 歡迎大家索取 那麼金山佛練佛調呢 它是很高昂 很高亢 陰節又很長 如果氣力不夠 氣不長的話 也練不下來 年輕的時候 很喜歡練 那現在呢 也練不來了 而且覺得呢 這個淨土法門 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意 意行道的意 容易的意 簡易的意 教理上也好 行詞上也好 如果不合乎這個意 那就不是淨土法門 也就是說 教理上對我們來講了解呢 是容易的 行詞上 方法上也是容易的 往生極樂世界 也是容易的 它有這個意的這個特色 如果覺得念佛困難 往生困難沒有把握 淨土法門讓你理解 那就是不意 那就不是淨土法門 現在呢 這個金山佛我練佛調 我來練看看 它是練這個 水練 南無阿彌陀佛 釋迦如來是佛佛 因為金山佛佛呢 它多少也是水產的 那以練佛來產是水 所以說 水練 南無阿彌陀佛 意思就是說 這個練佛 水練 南無阿彌陀佛的是水 那有人稱他佛佛 他說他不是佛佛 他說 釋迦如來才是佛佛 我不是佛佛 我是測測體體的凡夫 是有那種意思 水練 南無阿彌陀佛 水練 南無阿彌陀佛 遊作用佛ати他說齁 彝掌查看齁 母帝掌討寫試響 淁 Gao USA X & Yusufu 佛佛 流淚是真是佛佛 各位联友怎麼樣 好不好聽 那好練嗎 不好練 以這個作為自己修行練土的方法可以嗎 這個吊詞是從水聽來的 是從一個樂觀老法師那裡聽來的 樂觀法師以前在蘭陽 曾經跟金山佛佛同事共住過幾個月 所以對金山佛佛人還沒有到 這一個練佛的聲音就先到 而且對這個練佛的音調都很深刻 在民國七十六十七點的時候 那個時候 這個福光山佛水研究部是在台北 那個時候台北的浦門寺是在松江路 也剛開創不久 有一天樂觀老法師到浦門寺來 那我們幾個出家眾也在旁邊 那就聽了他講這個 以前的種種這個掌故故事 那談到金山佛佛的時候 他也當下練了這個吊出來 那當然他練的也比較短 那我對這個吊一聽也很喜歡 那也就把他這個 因為有錄音嘛 那麼那個時候的柱子慈榮法師 曉得我喜歡佛號 所以就把這個聲音一聲而已 就轉入成一個錄音帶 然後拷貝一份送給我 那我就拿著這個錄音帶有空的時候 然後呢 有一段旗艦是在這個 張化浮山寺 浮山後面的靠山的地方 就一方面停 一方面很高昂的 來練這一句 那感覺整個山都有回音 所謂空谷回音 那麼經過 然後呢 出家帶領大眾的共修 跟一般聯友 尤其是初學的聯友的接觸 同時駐練的時候 我就在思維啦 這個練武的音調這麼多 那道場呢 各個地方共修的 所練的 也不一定是一致 同時 這個音調 練武的音調 都有高低長短 有韻律 相當雖的能力 聽起來 看來 聽起來感覺呢 是很好聽 讓人家覺得呢 也神情愉悅的 很能夠呢 合乎我们凡夫的那种感情 感性 乃至喜怒哀乐爱勿欲的这个七情 配合我们的七情 但是觉得它不能够普遍化 不能够落实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生活化 我就在想有什么音调 是一个音调能够统一所有的道场 都以这个音调来练 而且能够轻松的容易的 不管是老餐修行很久 还是出击 刚入门 刚起步在学 同时又能够落实在生活当中的这个行 住 坐 我 走路也可以练 静坐也可以练 拜佛也可以练的 我就在思维这个问题 最后我觉得就以我自己的练法最好 因为我早上起来 都是静坐练佛 上一次有跟大家提起 早晨有三静 大家记得吗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心 心灵是灵静的 第二个 环境 环境是安静的 第三个 空气 空气是清静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心灵 心 我们这一颗心 一天24小时当中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最平静 什么时候最平静 什么时候最没有妄想 杂恋 心 最没有激动 怀躁呢 是什么时候 早晨 早晨 那可见 早晨这一种心静 要不要培养 要不要维持 要 如果我们能够培养 而且维持在我们的白天当中 那么可见 我们逢远逸敬 这个处世待人 都是和气的 和蔼的 都是谦卑的 谦让的 多学远 对不对 那要怎么培养呢 对 一般就是静坐 静坐 那么修行人呢 都会把握早晨 这一片宁静的心 还有安静的环境 所以到场都会做早课 那我们呢 就是静坐 那我们静坐 其实我们虽然外表是坐在那里 正身端坐的 可是呢 我们的内心不知不觉呢 我们的内心 开始浮动起来了 起电头了 静 静不下来了 因此呢 必须要调心 那调心呢 就跟调喜 调呼吸呢 就互相有影响 所以静坐呢 就讲这个调心 调喜跟调心 一般调身 静坐就是七支做法 七个部位正确端正了 那么就是一个正确的这个静坐的姿态了 七支做法就是第一盘腿 腿呢 要双盘 不然单盘 总之就是盘腿 让他呢 能够七平八稳的 合乎静定 所以就是强调盘腿 所以我们连友呢 静坐呢 尽量盘腿 以双盘为主 不过双盘追得太难 那就单盘 单盘不能 那就是呢 交腿就好了 我们这个法门 易行道嘛 还是要回归易 七支做法 第二就是手 手怎么放呢 就是结印 盘腿结印 结印就是手掌跟手掌呢 交叠放在大腿之上 然后呢 第三就脊椎 脊椎骨 要平直 第四就是平胸 胸要平 第五呢 就是要呢 收下恶 第六呢 就舌尖顶上耳 第七就是恋目 一个身体 这七个不会管好了 就是一个正确的坐姿 这个七支做法 自己调息呢 一般呢 就属这个呼吸 属呼吸 所谓眼观比 比观心 那就调这个呼吸 属出气 或者是属入气 从一属到十 那自己调息的话呢 就各个不一样 那以我们练佛的法门来讲的话呢 我们呢 是调息 调呼吸呢 归在调心上 心调 呼吸自然调 那调心就是以这个练佛 为调心的方法 因为我们是净土法门嘛 我们不是为了静坐而静坐 我们不是为了惊醒而惊醒 甚至呢 我们也不是为了拜佛而拜佛 一切都是为了恋佛 一切呢 是为恋佛而服务的 是因为恋佛而需要的 如果不是恋佛的话呢 那么那一些就未必需要 因为我们净土法门就是以恋佛为主的 阿弥陀佛是我们所信的对象 所依靠的对象 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可以什么都没有 乃至呢 可以杀生 舍生 儒家来讲 这个杀生承认舍生取义 那我们呢 可以为弥陀 尽形受 献生命 所以我们这个法门的核心 我们这个法门的根本 我们这个法门的本尊 就是独一无二的 绝对的 唯一的 就是那么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一切呢 回归弥陀 那么一样 我们的对象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对象也是我们 固然有十方世界 有十方众生 可是呢 阿弥陀佛对谁 对我们 对我 对信他的人 这个千江有水千江月 月亮高高在天空 月亮对什么 对这个水 你没有水的话 月亮显现不出来 那么月亮显现不出来 他高挂天空 又有什么作用呢 失去了目的 阿弥陀佛呢 他的存在就是主动的 积极的 平等的 无条件的要救度我们 他呼唤我们 他呼唤我们 十节以来 每日 每夜 每分 每刻 每秒 都在呼唤我们 都在拜托我们 都在祈求我们 要我们呢 给他救度 所以我们呢 信受弥陀 就跟阿弥陀佛呢 就合拍了 就融为呢 一体的 永不分离了 就跟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跟我 所谓基法一体 佛反不二 所以对我们来讲呢 一切为恋佛而存在 一切为恋佛而服务 所以我们早上起来 打坐 静坐 就只有恋 阿弥陀佛 那么那个时候 心很平静的 很平和的 很安详的 那个时候 要我们 去用唱的 有高低长短韵律 比较不相应 比较不相应 大家可以体会看看 因为这是我长期 一直以来 天天如此的 那个时候 就只有一句一句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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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样 所以 他呢 是平静的 平和的 因此呢 他就是平反的 平反的 是一种平 平 没有高低 异氧 顿挫 或者是长短的这个阴阀 有那一些 高低 异氧 顿挫 甚至加以配乐 这个呢 已经是第二亿 第二亿就是说 那个时候 我们心浮起来了 那我们凡夫 都有心 如果佛的话 他的心永远都是平的 永远都是平的 有一句话说 心平不雨 水平不流 当我们不平的时候 就叽叽呱呱 甚至呢 要去诉苦 抗议 在早晨的时候 心是平的 所以他念佛呢 也是一句一句 很激进的 又很清楚的 所以呢 就没有高低 异氧 顿挫 长短 感觉比较不那么相应 那静坐完了 这个心 就平静的 平和的 那把这个心 把这个心应用在日常 日常当中 同时呢 这个 练佛的时候 也比较相应于 是急静的 那么静坐是这样 拜佛的时候 也是这样 一句一句 我拜佛的时候呢 拜下去 是练五句 那么阿咪德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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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弯腰 到低头 到凡壤 快不然就五句 起来也是五句 那我走路的时候呢 慢慢的走 是一步一字 那么阿咪德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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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养成习惯了 脚步踏出去 佛号也跟着出去 那如果走快一点的话呢 就会比较快 那么阿咪德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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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我在精醒练佛的时候呢 我会拿一串练珠 那练十句 背壳 那那个时候呢 就会比较反慢 那么阿咪德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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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那十句 背壳 背壳 那么这一串念完了 我就把它当作是一千生 一千生 那么这一种调 等于是无调之调啦 南无阿咪德骨 那么阿咪德骨 那么阿咪德骨 那么在这个七苹果 七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常住 那离开常住就是孤家寡人一个啦 那么一道亲戚 或者是认识的联友 他们的亲眼往生了 那我必须去带他们练佛啦 那我去带他们练佛啦 那我去带他们练佛 我就感觉什么音调对他们来讲 都会练得哩哩啦啦 因为他们出学嘛 所以我就用我的这一种调 那我用我这一种调 带领大家为了一致 所以又必须有拍节 有节拍 那么六个字就分成四拍 那我一个人嘛 打尹庆 有时候又间打沐浴 那就是六字四拍 那大家这样练呢 都练得起来 而且练久了也不会累 同时又觉得练得很清楚 清清楚楚的 而且坑锵有力的 坑锵有力的 同时又很能射心的 就轻松容易练不累 然后呢 清楚坑锵有力 又能够射心 所以这个调呢 就是有这一个特色 那我就在这个观察大家的感受 我觉得大家对这样的练法都能够相应 都能够相应 而且都能够很发喜 可是我观察 如果是一般道场 他们已经有固定的调 或者是有一些连友 已经习惯练某一种调的话呢 他来练我们这个 就觉得不相应 那不相应呢 检讨起来 是观念的问题 因为这个观念的问题 先入为主的问题 也就是人家都有各种调 你怎么这样的练呢 这个观念的问题 那因为有这个观念卡在那里 就好像呢 一条路被石头挡住了 被石头挡住了 这一条路就不通 有了这个观念呢 对这一种练佛法 就比较不能够接受 那一般没有说服的人 反而能够接受 而且觉得很欢喜 觉得很好 是因为他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那我们的这个学员呢 刚听到这个任务的调词呢 也可以用虚心的 虚心的客观的 先来接受他 然后呢 试看看 如果觉得不相应 那也没关系 其反正呢 也不一定要跟着这样的练 而且呢 我们有跟随在某个道场 有固定的那个调词 所以大家呢 可以试看看 那有关这个调呢 也有几个感应的这个事迹 几个感应的事迹 那么 什么感应的事迹呢 大概在这个二十年前 都是比较早期的 那时候呢 我在台南 住在台南 那么台北 台北回隆的地方 有连有 是女重 她就跟我预约 说她妈妈现在已经住院 住院一段期间了 那么这一种病呢 是不可能好起来的 所以是在拖 在拖 那假设 临终的时候 到了 希望我能够到台北 来为她妈妈助练 那我就说 好 那么有一天呢 终于来到了 那天早上 大概八点 八点多 电话就来了 她说 我妈妈已经从医院出来了 坐救护车 要回家 因为医生说 你们如果要在家里断气 那现在可以准备了 大概呢 在这个十一点以前 应该就会断气 医生就估计 估计几个钟头 那几个钟头呢 衡量起来就在十一点以前 那我一听就说 好 我现在就准备搭飞机上台北 那个时候没有高铁 那么她家呢 是在 不想是永和还是中和 忘记了 好像是在中和 那么从松山下飞机 就坐计程车 找到她家 已经超过十一点了 那她家是在二楼 那个时候我想对方应该断气了 因为医生这样判断嘛 那么等到往楼上的时候呢 就听到对方在练佛 那是练什么调呢 练这个 那是练什么调呢 练这个 那我一听就觉得他们练的 是有气无力 那原来一进门 一进门一看呢 原来没有连友来助练 也没有其他的师父来 是他们的家人 那他们家人是几个呢 就那个女众 还有她的先生 还有她的弟弟 还有弟媳妇 还有她的爸爸 就她这五个人在那里练 那谁拿隐庆呢 是这个女众拿隐庆 那练佛呢 是有气无力 因为他们对这个佛号 还有对这个法门也不怎么深入 那么他们从来呢 也很少去助练 那么他们第一次拿这个隐庆 也敲得不怎么好 那我一进去 一看 她妈妈 她妈妈当然是分明的啦 还没有断气 还没有断气呢 嘴巴在流这个血水汇聚 流汇聚 所以就用卫生纸擦一下 那么这个左手呢 是在抖动的 表示呢 对方还没有断气 可是身体呢 是有点难过还是怎么样 那眼睛是闭着 头呢 是这样的往右 那因为已经在大厅嘛 在他们的厅在右边 那头是向外的 所以大家都在她的左边练 那我一看那个场景 一看她的妈妈 我一个直嘴 直嘴就是 恋佛的跟她妈妈的是分开的 没有感应道交道 那没有感应道交道 那没有感应道交道是什么呢 恋佛那一种声音 不能够进入她妈妈的内心 也就是说不能够打动她妈妈 所以呢 我一进门 还没有打招呼 我就把她的眼镜拿起来 我就开始呢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那当然师父来了啊 他们就跟着师父啊 就跟着我练啊 跟我这样练 原来她们是练得有气无力的 本来那个声音 南无阿弥陀佛 也是很轻快很好听啊 可是她们呢 大概练不熟 而且呢 大概也练得累了 所以练得呢 很有气无力 经过带领她们这样练 南无阿弥陀佛 清楚 铿锵 有力 练大概呢 大概二十句 二十句 还是几十句啦 没有很久 二三十句 顶多吧 突然间她母亲眼睛张开了 而且呢 这个头呢 本来是向右边 就缓慢地转过来 然后眼睛瞪一下 就表示呢 她被触动到了 哎呀 谁来了 所以张开眼睛 转头 向着我看 这表示她有反应了 有反应了 本来是一种昏沉的 无力的 模糊的 闭着眼睛 流着血水 手在抖动 经过这个佛号 一念出来 一听进她的耳根 这一些情况完全改观 而且呢 没有死 佛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当中 给她们有三个灵硬的 灵硬的感 感应事机 那么 因为时间到了 期待下场分解 她们俩成功再来 为何真是无力的 那些工作 我们俩成功再来